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2年出厂的和第一代的莱卡螺口机是差不多的年代 所以背后它其实是配了一个L39的螺口 这只镜头它是可以伸缩的 所以当它缩进去 缩到机身里面的时候 落在外面的部分就这么点 基本上就这么多 那么就可以看到它的镜头非常的小巧 非常的迷人 这只镜头因为工艺的关系 它当时是没有办法去生产度个的版本 所以基本上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用的是读镰的版本 镰头版 那镰头版的话就看上去 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慢慢录头 然后有一点点的年代感 早期的这个镰头镜头它都没有镀膜 它是个我们所谓的白头 老头都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逆光拍摄的时候容易泛光 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因为毕竟这个头已经有八九十年的历史 我觉得能够继续保持它的一些 这个良好的这种特性呢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它不能去和现代的头去比 现代的镜头啊 工艺越来越复杂 加工的这个进度越来越高 这个什么非球面镜啊 APO啊等等的技术 全部用上去以后呢 这个出来的这个照片的效果呢 是非常的清晰 锐利 高反差 高饱和啊 这种类的 符合现代人的这个欣赏口味 但是呢 就像我们吃菜一样 我们如果吃的比较 都是天天山珍海味的话呢 时不时你会怀念 醋茶带饭的这个日子 这个就是莱卡 在当年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醋茶带饭 我们用这只头 以及用所有的这个 Alma的老头去拍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非常古旧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有 很低的反差 有很漂亮的这个层次 灰界非常的绵密 细密啊 当时呢 这个虽然是这个 我们从现在的眼光看啊 这个工艺很古老 很老旧 但是呢 它真的是 有它自己的一种 独特的这个味道啊 时间 经过时间的洗礼呢 焕发出一种 穿越历史的那种 那种古早的味道 我一直觉得呢 说 老的头就应该 派出这样的这种古早味啊 那种旧旧的 怀旧的这种 影调呢 这无不时刻的提醒我们 莱卡 以及它的这个 古老的这个镜头呢 真的是一个 非常 有历史的 有历史价值的 这么一个 工艺这个产品 那么 这只头呢 被称为莱卡的骨头 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真的是长得像 像跟骨头一样啊 细细长长的 非常小 但是这么小的一只镜头 真的成像 非常好看啊 我觉得 真的是 一点都不比 现在那些镜头差 那第二只呢 就是 Alma的 35 3.5 这个镜头 那35呢 这个是 Alma 或者说 这是莱卡 第一只 35 毫米镜头 大家知道 35和50呢 都是 莱卡 赖以成名的 这个 扛顶之作 第一只镜头 就做到 这种 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 非常的 非常的优秀啊 设计师 Marks呢 是 天才 办的这个设计师 他设计了很多 莱卡的这种 早期的这些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镜头 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小 即便和我们后来的 这个 推出的小小八项比 大家看一下 这个高度 是不是 也是 也是非常 非常的小 在外观上 几乎 啊 很难 区分出 彼此的大小 当然我把 如果把这个 50的这个头 如果能够 缩进去的话 缩进去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说 嗯 这个头 那我这样看啊 这样 这样 对 基本上 基本上 都很 很小巧 啊 像 这么小的 这个 镜头 我们直接把它 装在 螺口机上面 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 独特的这个优势 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头 从侧面看 从侧面看 非常的 非常的 短 非常的窄 你可以放到 小包里面 毫无压力 大家再和这个 这个现代的 这个头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你光是装 这个镜头 就很有压力 重 而且大 而这个 即便装在 这个 相机的这个身上 也毫无压力 我拍了一些 这个 样张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 会喜欢上 老头 我会看到 或者是 会不会 我会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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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